我们到色赞的环节 这节我们找到安雲投资总监兼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客席副教授杨书健 Victor 在这里 Victor 你好 你好 祝儿 你好 Victor 今天已经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假期日 我们又总结一下五月份的高息股的表现 看一千亿市值以上 息率超过三厘的股票 直至上星期五五月最好表现的 除了熟口熟眠的中信股份之外 其实找到不少一些本地股的身影 银行股特别是挺突出的 版面都看到了 恒生排在第二位 中银香港亦都在十大之上 银行股升和近月市场很关注 就是环球通胀升 特别是美国那边的通胀持续高期 大家就预期可能真的有个收税的情况 也有挺大的关系 但如果看回银行股 当然汇控今天就在50元的水平 其实都看到上班 都在附近增持 86元楼上的恒生亦都要休息 是否都反映预期 加息预期 或者通胀升温预期 反映差不多 我想通胀的预期 当然是突然间这两个月 或者一个月开始炒气 所以你看到银行股升是有它的原因 但是这一转 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会长远一点 尤其是如果你看回多一点基本面的因素 美国的话 似乎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投资期 一个不是一两年 是一个可能是长一点的 几年才一转的投资期 你看回都有不少的佐证 例如一两年前 已经有些智库写说 如果美国真的要脱炭的话 它可能要花的总投资压 就跟当日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军费差不多 他们就开始这样写 所以你看到 站在那一个角度的话 就算是拜登政府说 那两万亿都不算是太多钱 另外一个 今天我们找到一张图 就是其实是美国的企业 我们这个图里 只是说是S&P500 他们的投资压 包括就是资本的研发 和R&D 就是研究的开支 都是大增的 就是看到 2021年 他们预期 就会比2019年多了三成 那这样突然间加速去投资 就算是上一个的复苏 就是2009年、2010年那一转 都没有看到是走得这么快的 所以变成就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的政界、商界 都是突然间开始发现 我们要投资了 所以变成他们放那么多的投资下去 就变成那个产能 可能会用得这么快 所以这一个月 整天来来担心的就是说 可能那些所谓的正如产能 其实就是没有 传统的模式计算得那么多 因为有很多的 现在多了很多的自由业 多了家居工作、网购 那传统的一些失业的数字 未必是真的这么反映那个现实 但是你看到 若是政界、商界 都是这样去投资的时候 可能你会看到 那个通胀 一直都会是稍高预期 那在这个状况之后 我觉得炒作这个东西 炒作这个通胀 再炒作一个加息 而引致我们本地的银行股 又影响 都是其实可能是一个长期的trending 当然本地银行股做得好 其中一个因素 其实都要看着 他们对本地的贡献都比较大 但如果我们的表现好转 其实某程度上 是不是都可以预示了 我们香港这边的经济 其实都叫做好很多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例如本地比较重一点的 例如地产股 会不会是更加可以看好呢 特别是收租那些 因为我们当然都知道 收租其实就受到一些疫情影响 但其实现在已经是逐步复数 我们之前跟一些行业人士都说 他们都是看好 或者有机会破顶 其实看回收租股 或者地产的发展商 其实是应该 或者卖楼那里 其实现在也有供购失衡 其实是否可以看好一点 其实我想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就是 短期究竟那个经济现在去到哪 如果你看回不同的数字 例如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银行股升的话 那你最传统用周期的表来看的话 都似乎是已经去到 一个经济衰退也好 一个经济稍为差的状况也好 的后半截 那变成了一个因素 那未来的话 可能都是期望会好一点 那另外的话 你看疫苗的接种情况 那这样 虽然好像跟这个理论 我们要做多少 或者欧美国家做多少 就是有点距离 但是你看回 跟不同的亚洲的经济体来比 其实香港除了是落后于新加坡之外 其实都已经是数一数二了 所以变成了 在这个状况来看 我们觉得 其实那个经济慢慢复苏 似乎是 都是对的了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看回 就是不卖楼了 实际上 那你看到 那个中原用先指数 其实在今年年初 去了低位之后 现在都是上了好几个百分比 上了用指数 上了10点 那这样的市场 那变成了似乎是真的 卖楼了 那些新闻 似乎都是卖楼回来的 那这样的新闻 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们刚才也有和 一些代理一起谈过 那些楼价 你又看可能 未来很快会看到 新高会破19年的顶位 你又是否这么乐观 破不破新高 也要看看 接下来的通球 发生什么事 但是最少看到的 似乎交易的数目 会多了一回 交易是活了 自然的话 就算楼价不是很快 升过19年的高位 始终对气氛来说 都会是好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月 尤其是这个月 本来是5.6月 但是你看到 那些本地的地产股 都是做得不错 我想这个气氛 也会影响不少 但如果我们看整个市场 整体计算 楼市的市场 或者我们正在环球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开始有些 传动的收购物业活动 是多了很多 活跃了 其实这有什么启示 其实这个 都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首先 最基本的因素 就是其实去年 因为 如果你数分一年前 就是因为疫情 刚刚开始 欧美国家大部分 封关封城 都是三四页的事 变成是一年之前的事 变成是有很多 机构投资者 其实他们是有很多 去年应该投资的钱 都没有投资到的 所以变成了 现在稍微的情况稳定 尤其是欧美 他们是 似乎 真的打来描述 到一个位置 可能暑假会解封了 变成了 他们的那些 机构投资者 是愿意投资 是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都有 那些 数据箱 给出来的数字 就是说 第一季 亞太區不同城市傳統收購的貨值 你看到有些地方跌了 東京那些跌得多 但是你看看的話 其實香港是第七 還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都是用一年比一年的數字來比 甚至乎交易的數目是多了 就證明其實那些機構投資者 這一刻反而是開始收購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們 尤其是我們因為到最後 你無論是發展商好 收租股好 甚至乎房伯都好 那你計算那個NAV 到最後你都是要計算一幢的樓價 那就是基於市場上的整幢 那些資產是怎樣買賣 那如果那個數字是一直活躍 甚至乎有部分的地方 例如澳洲 我們看到是開始真的看到樓價是升的 傳統的樓價是升的 那變成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會影響到可能 那個NAV的淨資產值 接下來的幾個月 你都是看到它會慢慢地去升 變成在這個狀況之下 這些股票都會做得不錯 可以留意一下這一類 或者這個啟示是怎樣的 這次謝謝Victor的 適合的時間來到這裡